音乐 大家好 欢迎收看杨兰访谈录 本节目是由华晨汽车独家冠名赞助播映的 随着11月11号成为中国网民网购的狂欢节 2013的双11见证了网上的成交额突破350亿元人民币的历史记录 其中在手机单品的销售排行榜上占据前四名的都是小米手机 这也让他成为最受人瞩目的国产手机一时风投无二 而他的创始人雷军也可谓是春风得意 惆怅满志 但是同样是在2013年我们也看到了曾经称霸世界手机市场的诺基亚 被收购的命运和曾经占据了美国手机半壁江山的黑煤屡屡陷入困境 在这个快节奏高竞争逝者生存的手机市场中 雷军和他的小米手机究竟能够笑多久呢 11月11日 这个曾经被年轻人调侃为光棍节的日子 如今已摇身一变 成为一年一度全民网购的大狂欢 据统计 今年双11期间 支付宝单日交易额达到创纪录的350亿元 而在节节攀升的销量背后 各大电商 供应商 国际以及本土品牌 也进行了一场争夺市场 打响品牌的大混战 而今年最大的赢家不是苹果 三星 联想等老牌知名企业 而是上市不足三年 地地道道的国产手机品牌 小米 根据天猫公布的数据 双11当天 小米以5.51的销售额排行第一 而小米手机3的总成交额 在所有参与双11的商品中也排行第一名 雷军首先恭喜你 在双11的这个在淘宝上的这个表现 所有的单品当中前四位都是小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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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的恭喜 你有没有预计到有这样的一个惊人的表现 小米目前的销售模式呢 就是每星期开放一次 雷军 小米手机创始人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就是每周礼拜二的中午12点开始开放销售 所以其实很多星期我们都是每个星期卖个三四十万台手机 这样的销售对我们来说是系统寻常的 只是我们配合了一下淘宝的双11 在大家的面前干了一次 大家才觉得你们怎么这么厉害 所以你在那笑得合不拢嘴了吗 我觉得算是一个比较公开透明的小米小手 事实上自小米诞生之初 便常用来与苹果做比较 雷军也从不掩饰自己对苹果创始人乔布斯的崇拜 而他本人也在近两年成为了中国科技创新界的标杆型人物 先后被评为2012年中国经济年度人物 以及财富杂志全球11位颠覆商业规则的创新者 与此同时围绕小米和雷军的争议也愈言愈烈 有人指责他进行饥饿营销 制造出供不应求的假象 还有人对小米手机实际销售量进行质疑 我们去年卖了719万部手机 绝大部分人听上去 第一反应是不相信 我在网上看到不少的评价 有善意的评价 也有恶毒的评价 他们建议税务局到我们家来查我们交没有交税 是不是只有我们公布的这个纳税总额 大家才相信我们讲的是真的呢 当然更大的担心是 在群雄逐鹿更新换代速度 以天来计算的手机行业 昔日全球手机霸主诺基亚 以及占据美国市场半壁江山的黑煤 都在今年遭遇和面临被收购的命运 靠着小米加步枪打建下的小米手机 又能支撑多久呢 智能手机这样一个领域 淘汰速度之快是非常的惊人 竞争之残酷也是非常的惊人 所以有人就会问 雷军和小米能走多远 这红旗能打多久 其实我们做手机到今天为止 24个月两年多一点点 刚开始上市我们就卖得非常好 很多人就问这真的假的 这两年已经没人问我真的假的了 接着的问题是 这个红旗能打多久 可不可持续 说这个你看洛杰遇到困难 摩托遇到困难 这个黑妹也遇到困难 是吧 这个你们小米是不是也活不了太久 我觉得真正的问题是 如果你了解小米就知道小米其实 严格意义上来讲不是一家手机公司 可能它更多的像一家互联合公司 它这种积累和它这种运作的模式 我觉得如果坚持下去的话 我相信是可持续的 雷军有两句名言被广泛引用 一是与其在严检地中装甲 不如在台风口放风筝 另一句是在风口上 猪也能飞起来 意思是只有把握住了市 企业才能成功 而如今的市正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据统计 2012年用手机上网的人数 首次超过了用电脑上网的人数 在一次演讲中 雷军说道 今天是移动互联网最好的年代 原油的产业规律在打破 一切的东西都在重新构建之中 他断言 移动互联网的规模将是互联网 10倍以上 而他自己在这场浪潮里 要做一种尝试 就是用移动设备取代电脑 解决所有的IT需求 小米手机正是这一尝试的产物 你怎么样来分析这个市 对你的成功所带来的影响 我参与创办第一家公司 金山软件 这个是1988年创办的 所以在IT行业算是 算是爷爷级的公司了 就是25年历史 我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是当互联网来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我们落伍了 都觉得我们边缘化了 被淘汰了 你看我们88年创办的 今天腾讯也好 百度也好 阿里也好 基本上是99年前后 比我们晚了10年以上 可是当你发现 你严重落后的时候 你其实心里会失衡 你再想一个问题是 你刚刚想的问题是什么 说我们不够聪明 说马云比你聪明一万倍 说我不够勤奋 我能不能 是吧 可是后来发现 马云也没我勤奋呢 是吧 人家好像每天都在云游四方 我们每天都要忙 七成二十小时 反正找了很多问题 最后发现 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呢 真正的问题是 我们没有顺势而为 我们没有把事情做到点上 所以呢 这个我真正想通这个道理 是2004年 我想通了以后 我就再想一个问题 我怎么能赢在未来十年 所以在05年呢 那个我就想明白了 这个移动互联网是未来 可是移动互联网我不懂啊 所以我开始就投了一些年轻人去做移动互联网 这个跟他们一起摸索一起探讨 在做移动互联网的过程之中呢 我又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移动互联网要做好 跟手机终端非常相关 其实这中间又穿上一件事情 是07年 Apple出了iPhone 对 这就触发了你的整个事情的观点 觉得我们还是很勤奋啊 我们原来都勤奋成脑模了 你想想 那从一个个人的价值的角度 你觉得你还希望借这件事情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吗 你还有这个需要吗 讲实话 你要证明你不比马云笨 没有 我这个大马云是越 马云是强大的不得了 是我们中国新一代企业家里面最成功的人 我其实在做金山的时候是挺失落的 但是我做了几年天使投资人以后 在投了很多公司以后 我应该对互联网的理解和自信应该是足够的 所以在做小米之前 虽然那么大的压力 但是不瞒您说我是保持必胜的心理的人 雷军曾说 要用互联网思维去做手机 那么究竟什么是互联网思维呢 雷军将其总结为七个字 极致 专注 口碑 快 互联网思维关键词一 极致 极致这个事情呢 大家听起来很容易 其实做起来很难 做起来非常的难 首先什么东西叫极致 我们关于这个极致的讨论挺多的 讨论到后来 我一个同事就讲呢 极致就是要把自己逼疯 就是到你自己都疯狂了 然后你觉得我的能力就这样了 我觉得这是极致的境界 好 怎么做到极致呢 就是你要专注 你只有少做一点事情 你才有机会比别人做得好 互联网思维关键词二 专注 所以为什么我们强调单一型号 强调每个东西把它做好 我给您举一例子 别人家做电视 一年做一百款型号 光47寸就给你搞15个型号 这一百个型号 你想 怎么可能下功夫呢 他老板真的看过他做的每一款产品 但是回过来讲 他一定没有只做一款的人做得好 为什么 因为我们整个公司 好几千人只做一款电视 每个人都在提借 每个人都在琢磨 在这个过程当中 会不会受到一种诱惑 因为有的时候 如果转换一些型号 或者是变出更多的花样 其实是很能满足一个人的创作欲望了 是吧 我们每天都在跟贪婪作斗争 这个贪婪包括创新的贪婪 各种各样的贪婪 其实只做一款产品 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因为再做一款产品是很容易的 是看起来很容易的 但是它的综合成本非常的高 包括诺基亚 包括摩托 他们遇到困难 就是因为他们型号太多 这肯定是一个核心问题 互联网思维关键词三 口碑 其实说到口碑的营销 要让客户真的觉得 你好 互联网时代是这样 你如果不超过它的预期 它根本不会给你一个好评的 对吧 它就不说话了 是 你比如说能不能举一个例子 从某一个部件 或者某一种功能上 你是怎么样去超越客户的预期 我自己原来经常用耳机打电话 我用耳机 我最痛苦的是什么呢 每次掏出耳机的时候 那个耳机线都缠在一起 一团乱麻 你要清理都得清理个几分钟 接电话的时候觉得特别的尴尬 后来呢 我就在想 我们有什么方法让它不打结 后来我们改用了那种高档耳机 用的尼龙线 尼龙线是不容易打结的 但是你今天去看市场上绝大部分耳机 还是打结的耳机 为什么呢 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社会缺少的是 每个人精益求精 对每件事高标准和营要求 其实你要求高一点点 你就会做得好很多 互联网思维 关键词是快 在这个市场上从来不缺少主意 也不缺少好的人才 但是要在一个最短的时间内 能够把成熟的产品放到这个消费市场当中 这个速度却是有天壤之别 为了这个快 你下了一些什么样的功夫 如果按以前的软件工程的管理来说 三个月已经快得不得了了 一般我们以前 干个产品都得三年时间 那现在怎么把它变成一星期呢 最最重要的是 把这个管理的授权 下沉 这下沉以后 怎么再控制质量和品质 而且出了错以后怎么解决问题 这是里面的难点 基本我们都解决了 所以我觉得 你要想按快起来的话 其实单纯按它快是快不了的 你一定要有不少的创新和变化 能从结构流程上能快起来 其实刚才像你说的这种敏锐度 包括这种前进的速度 就好像一个人在跑这个短跑 在跑百米一样 所以可能有些人就会问 以这种跑百米的这种速度 怎么样去跑一个长跑 因为这个毕竟是一个不断持续的一种竞争的过程 你在心理上做了什么样的准备 你的团队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准备 互联网公司 就是用百米的方式来跑长跑 这就是互联网公司的自身指导 互联网公司是一个竞争极为激烈 危机感非常强的领域 在整个行业里面 大家就是习惯了 习惯了这么做事情 这也就是为什么互联网成长速度非常快 你认为它在跑百米 它认为它在跑马拉松 它每个角度对速度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反正互联网公司是以速度自身的 不要用传统产业的速度观来看待互联网的速度 人们常把中国互联网行业比喻成江湖 而要给其中各大掌门人列个英雄谱的话 雷军大概能做上头几把交易 1992年 大学刚毕业的雷军加入了金山软件公司 在那里一干就是16年 期间开发出了包括金山独霸 金山慈霸 卓越芒等一系列颇受欢迎的产品 然而就在带领金山成功上市之后 雷军却选择了离开 他说自己已经身心疲惫 继续领导恐怕会辜负大家的希望 谁知没闲上多久 这个身材瘦长 说话带着浓重口音的湖北男人又开始奔跑 在42岁那天和伙伴们分食一盆小米粥后 投入了创业的大潮之中 是什么让你在40多岁的时候 还对速度产生这样的迷恋 有些人可能会说做金山你也做得很成功 做天使投资你也做得很不错 这个成功率很高 到了40多岁的时候 完全可以享受一点过去的艰苦的工作 所带来的一些名利 包括自己这种生活状态的一种享受 创业是很艰苦的 而且是有很大风险的 我自己呢 07年金山软件IPO之后呢 我就算退休了 虽然是开玩笑 但是基本上是算退休了 退休以后呢 一大堆朋友拉我呢 那个帮他们创业 所以呢 我就投了点钱 就莫名其妙就成了天使投资人 休息了三年以后 我自己有一种很强的冲动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我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 想办一家世界级的伟大的公司 到了40岁我突然觉得 好像这个目标还没有实现 有点不甘心 所以在40岁的时候我就在想 我原本再试一下 其实我就是40岁生日那天 我决定我要去试一下 看看我到底能不能 那 是吧 我说至少如果我干不成 至少我可以很骄傲的对我自己说 我努力过 我去试了 我试过了 对 我不能说我自己试都没试 我就放弃了 这么想以后 你所面临的巨大的压力是什么呢 你输不起 没什么输不起 哇 你想我原来的部下 原来的朋友他们都很成功 我去创个业还弄砸了 把人钱给赔了 那多没面子啊 当时就思想压力特别大 这个后来呢 我找到了一种方法 来解决我这个思想压力 就是呢 最刚开始的隐性满民感 很多今天人家跟小米干成的 是因为雷军的知名度和号召力 其实我们刚开始是隐性满民的 所以我们早上也很困难 你一开始非常不希望人家知道 是雷军在干这件事 那是我们小米在创办的时候 很高的秘密 我们小米呢 那是创办了一年半以后 雷军才站到前台了 原来我才当时 看着要成了 反正基本上发产品了 我们基本觉得已经差不多了 这个 其实好处是什么呢 好处是我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招聘 做产品上 心无杂念 其实我也借您这个机会 我想劝那些二次创业的人 低调一些 很多二次创业的时候呢 因为前期很成功 在创业的时候调子很高 往往调子很高 摔得都很惨 其实也是市场的预期太高了 对 也是一个对预期的管理 也是一个对预期的管理 我就跟他们开玩笑 我说弄砸了 我就不承认就完了 要等他真正在市场上得到检验 或者是获得成功 这个中间有没有让你感到焦虑 不安 甚至是不自信的时候 三年前我开始做手机的时候呢 我觉得我面临的巨大的压力是什么呢 是没有一个人相信我能把手机做成 为什么呢 其实按理说 他们觉得你做了二十几年 对啊 我说我在IT还行 干成了不少事情 一生没人相信我能把手机干成 他们就觉得你以前干软件型 干互联网里行 甚至干电子商务里也行 但是你没干过手机硬件 你凭什么里行呢 然后我去找每一个供应商 反正大部分供应商都不相信我们 我们都是一趟一趟的拜访 遇到会一些什么极端的例子呢 其实挺多的啊 比如说我刚开始做手机 我选了那个用Shop的显示屏 Shop的显示屏是最好的之一嘛 人家Shop不愿意跟你合作 很多消费者不了解 为什么Shop刚开始不愿意跟你合作 是吧 你发钱买不就行了吗 你买贵一点不行了吗 其实不是的 因为手机里面呢 绝大部分的器件都是定制的 这个屏是根据你的要求做的 所以它也有研发成本 而且呢 它帮你做了 你将它不要 它的浪费很严重 所以对这些世界顶级的供应商来说 他们寻找好的合作我们很重要 找错了浪费很大 我跟他们聊的时候 他们说他们已经被中国的不少 startup忽悠过了 浪费很严重 今天又来了一个忽悠的 又来了一个忽悠的 他们不信呢 那个我们一遍一遍跟他们介绍团队 介绍我们的模式 这个直到有一次 就是三年前日本地震 当时核辐射很严重 我们去日本 去他们办公室的时候 整个飞机上是没有人的 然后呢 我们去他们办公室以后 我们是他们唯一的客人 你亲自去的 对 然后他们挺感动的 他们就决定了跟我们试一试 其实用了不到一年时间 我们就成了 Sharp在亚太区最大的客户了 就是Sharp的这个手机显示屏里面 我们是最大的客户 刚才说到的是跟供应商之间的关系 我知道就是你在组建小米的时候 其实找人也是一个 给你带来困扰的一个事情 当时我跟林斌商量好办这个公司 这个林斌跟我介绍了不少 他Google的同事 反正前世跟我谈下来 一个都没来 为什么呢 人家不知道你的鼎鼎大名吗 他们就说你要做手机 他们说那你认识郭台铭吗 我说我认识郭台铭 但郭台铭不认识我 是吧 那谁帮你做呢 好 他说你认识中移动的老大吗 对不起 我说我也认识他 人家也不认识我 你看 这个刘不懂怎么做手机 你也没办法跟运营商卖手机 那你 那你这事不靠谱吧 反正说服大家是花了很长很长时间的 甚至好像不是你在面试别人 而是在别人面试你一样 我觉得我有这种感觉 在中国互联网起步阶段 大多数的互联网产品都以模仿或山寨的形式出现 而如今随着微博微信等应用的出现 越来越多的中国互联网企业 开发出针对中国用户习惯的原创产品 甚至部分打入海外市场 有人评价 这些创新代表着中国的互联网领域 已经超越或正在超越中国式抄袭 对此雷军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其实在互联网的应用方面 这几年我们已经看到 中国人通过去山寨抄袭 这个拷贝 然后到现在不断的有新的技术和应用出现 那么在未来 你认为是不是中国已经过了这样的一个坎 就是中国在移动互联网上的所谓的创新 将会大规模的超越过去抄袭和山寨的这样一个阶段 国内的这个创新呢 从原来叫Covid to China 就是整个模仿美国和发达国家的这些产品为主 现在越来越多的自我创新的东西越来越多 这个我觉得一方面呢 是科技的进步到了这个阶段 另外一个的话呢 中国是个巨大的市场 在这个市场产生的需求 可能比别的地方要发达 要多 所以呢 我觉得最近几年 其实中国的很多公司都已经 上市的时候都已经不要 是吧 我们原来上市的时候都是叫什么 中国的雅虎 中国的一倍 现在不用了 比如说 这个去年弯弯上市 它叫中国的啥 这都是我们创造的 是吧 包括小米 小米现在可能大家还说 我们跟苹果比较像 其实我们跟苹果差异还是真的挺大的 我觉得越来越多的这种 这种世界级的创新会被大家所接受 除了小米科技 以及金山软件公司董事长的职位之外 雷军还有另一种身份 那就是天使投资人 投资创办了包括凡克成品 拉卡拉等二十多家创新型企业 而天使投资人这一身份 让雷军得以越创业者无数 也让他对于中国的创新 及创业环境 有了更深的体会 创新的事实际上就是 就是两类事情 第一个是别人没干过的 第二类是别人干过的 没有干成的 反正这两类事都不容易干 这两类事风险都很大 别人没干过的 多半是不靠谱 还有别人干过了 干不成的就更不靠谱了 你觉得我们现在国家 整个的创新环境 有哪些是不利于 更多的人成为雷军的 当然我觉得这个小米 还没有真正成功 包括我本人也没有真正成功 我们还是一个 在路上的创业者 我觉得我们所感受到的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 缺少对失败的宽容 怎么讲呢 比如说 其实创业是个高风险行业 就是创业的失败是必然的 成功是偶然的 对 在这么一个高失败的领域里面 大家缺少宽容 什么样的例子 让你觉得大家缺少宽容 很多很多的例子 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 这个比如说我投的个别企业 最近遇到点困难 我看网上就有人写说 哎呦 雷军投资不怎么样 你说大家是一种看笑话的心态 去看到一些人的场面 对我们一个某个创业企业遇到困难 不很正常吗 创业企业绝大部分会死的 就雷军投的公司就算死光了 只要一家成功了 他就是一个伟大的投资人 我觉得大家的整个态度和观点就不对 是吧 我们一些企业遇到困难 我们应该帮助它怎么去解决困难 而不是在旁边看笑话 落井吓死 其实这种态度是非常不利于创业 我们应该去反思 其实我们整个这个民族和今天的文化 都是崇拜英雄 崇拜成功者 对失败者都觉得这个人笨 这个人不行 打击别人 我认为 就是我其实喜欢投那些失败者 你创业失败 起码失败过的人 因为我知道绝大部分都失败者 这个创业百分之九十几的公司会死 其实绝大部分是失败者 所以往往这些人 他们有过经验以后再创业 他们成功概率更高 是个概率问题 那回想一下你大学毕业的时候 不是很快就投入了创业者的大军吗 1991年 受硅谷之火中乔布斯和盖茨等人 创业故事影响 雷军开始和同学王宣国 李如雄等人创办三色公司 以卖山寨版的汉卡为业 他说那时创业热血沸腾 脑子却晕晕 我们好像根本就没有讨论过 开公司谁投钱 开张后做什么 靠什么赚钱等问题 而三色公司也在半年之后 关张大吉 我当年在大学里面跟三个高年级的同学一起创业 每个人25% 就是四个人平分的 每个人25% 反正有时候想一想都挺好想 投资多少钱呢 刚开始大家都没钱 是我做了第一端生意 然后大家开始租了办公室开始做了 投资是多少呢 反正我们第一笔赚了一万多块钱 然后开始干了 所以大家都没钱 就是八十年代末 因为我们公司多的时候有十四个人 所以我们发不出工资的时候 我们就派一个兄弟去跟人家 那个餐厅的老板打麻将 然后赢饭菜票 真的 他麻将打得这么好 他麻将打得真的很好 真的很好 所以 那你们就在 所以我 巴巴的等着人家 对啊 你说我们发不出工资也吃不上饭 然后 我自己的观点就是说 这个 在如此大的生存环境下 它很容易走外路 很容易走外路 这个 所以刚那段时间以后 我觉得这种方法不是一个好的模式 像大学生一毕业 你会鼓励他们去创业吗 不鼓励 这个原因很简单 我们的教育系统的问题啊 使我们的大学生实际的动手能力 远远不足 远远不足 在中国真正创业成功的 绝大部分 都是有经验的人创业 就是 大学没毕业创业 或者大学刚毕业创业 到今天都没有特别成功的典范 这跟美国非常不一样 你说主要是因为我们教育制度 没有从这个方面去为我们的年轻人做这种准备 我们整个都是考试导向的 怎么考高分 怎么考大学 高考中考 小学生初中 全以考试来导向的 它不是以动手能力和实际能力来导向的 就是不是数字教育 所以我们这种 反正大家都在谈啊 这个非数字教育我们培养的学生是什么呢 他们还需要一点时间提高他们的能力 如果过早的鼓励他们去创业 我觉得很容易让他们误入歧途 2010年的时候 你曾经说你做了一番非常残酷的自我解剖 你发现在你的身上 有着什么样的一个优势 又有着一些什么样的缺陷 其实对于创业者来说是需要改变的 我觉得本上是一条 是我们中国不发很多 既聪明又勤奋的人 又有能力的人 很多这样的人 然后这样有个通病就是 很自信甚至自负 而且什么都可以干 他不心命 他觉得他自己可以改变整个世界 动不动就想改变世界 反正我自己到了40岁的时候 我觉得光有出名和勤奋是远远不够的 我觉得还得顺势 我认为这是我观念最大的变化 那个顺势而为 我觉得重要性要远远 就是把握时机 把握战略点 把握时机 要远远超过了战术 因为我们原来教育系统 脑子教大家战术 我们都是投学人梁追刺鼓的这样一种教育 就只要勤奋 就行了天下无敌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实际上不是 你做到极致了 是吧 又能怎么样 就说一头猪在风口 只要风大 抬风口 它就能飞起来 每一个产品有它自己的周期 每一个市场也有它自身的规律 无疑雷军和他的小米手机呢 赶上了移动互联网的大势 与其我们去问雷军和小米能够走多远 不如去问我们应该打造一种什么样的环境 使得更多的人能够成为具有创新理念的雷军 或者说有更多的企业 能够打造像小米这样具有创新模式的产品 这也许才是雷军和小米手机真正启示 好感谢你收看本期的杨栏访谈录 我们下周见 这个其实是很少的 我们这么要求就是 希望我们每个人有足够的时间跟家人在一起 然后这个事业变得可持续发展 所以这就是我们提倡了 今天我觉得我的状态还是非常非常的满意